在電影裡面 就是有S&M的 bride 然後這種通常 就是被人家覺得是一種癡話 其實我的癡就是 XXXx 我喜歡XXX Kρα 你看裡面就是有點特殊行業 你怎麼去傳 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所以那时候导演就有建议说 那你可以为你的角色去定义 他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要求我去写自传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缺钱的经验 但是当一个人人困潦倒的时候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是很容易会 让你价值观会有偏差 但就是变成是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是会影响到你之后的发展 在电影里面就是有FM的球场 然后这种通常就是被人家觉得是一种屁孩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屁孩可以分享 其实我的屁孩就只是有一个枕头 我喜欢闻它的味道 我睡觉要抱着它 然后它枕头旁边有 你是不是心有气气焰 你也有 所以我问一下 那个枕头我上次帮我女朋友拿去洗 就像人家杀掉 对啊 就是有味道 所以你也没习惯 有习惯啊 怎么会没有习惯啊 是2019年喔 所以是五年前 五年前而已啦 没什么 老实说是因为我两三岁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工作繁忙的关系 他就像我刚刚讲他必须没有人照顾我这个小朋友 所以他只好把我送到他的婆家 但我还小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那更何况是那个时候是趁我睡着的时候赶快跑走 离开的 然后后来在等下个月还是下下礼拜的时候 换我姐回来 我姐就盯着那个枕头 说那这个陪你 然后我就一直哭着说 嗯 可是 可是 哼 哼 哼 然后还是抱着 抱着然后哭这样 我觉得我都是非常开心成长长大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是同年一点点小小的创伤 可能是会影响你一辈子 就像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分手 就是因为 我觉得 那时候被带去阿嬷家 是不是家人要离开我 所以变成是 我听到人家说 你们要分手啊 有没有狗狗地 他们说没有 我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没有狗狗地 因为我觉得应该 难分 应该要分开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耶 就是我会 我会觉得 你分手你分得很干净 我说对阿 那你有难过吗 有阿 可是我就觉得 就是怎么那么 就是那你难过 你不会想要复合吗 他说不会阿 就问过很多人就是 为什么要复合 就是分手就是分手啦 可是像我就会觉得无法理解 就是 竟然可以做到这样 我就觉得 原来 原来分 分开是可以很peace的 是可以 是可以 很健康的方式去做分开 带一下可以介绍吗 当然没有办法 怎么可能会很peace的分开 分手就是没有办法做朋友啦 对阿 怎么了怎么了 没事的阿 你们还在一起 对不对 没事没事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嗯 时间差很多 没事没事 对阿 对阿 对阿